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看看 年庚瑶的这本折子 年庚瑶请皇上顾念于允四允堂兄弟之情 表面的意思不算意思 你们得读出年庚瑶的心思来 这丝是在试探朕 年庚瑶借请皇上顾惜兄弟之情为由 实则是在为他自己求情留下后路 他倒聪明得很 如果朕连允四允堂结荡谋逆的事都可原谅 那么他年庚瑶如何妄为也都能原谅 年庚瑶的话与那日龙科多大人所言如出一辙 年庚瑶和龙科多 都是朕的公骨之臣 连他们都被允四愚弄 以为朕过于苛刻 为允四报屈 想来朕叫朕寒心不已 允四允堂未曾消绝之时 与敦秦王最亲密 所以朝中敦秦王对皇上乘治允四允堂 最为害冤 如今年庚瑶也有这糊涂心思 他又手握兵权 臣恐怕他要是被敦秦王所利用 岂非是大祸患 你说的恐怕早就是事实了 年庚瑶与敦秦王勾结 已非一日两日 你们都以为年庚瑶只不过是贪财冷酷 其实他与谋逆之人有何分别 臣以为碧先断了他俩人的联系才好 要除年庚瑶 先得除敦秦王 这些日子以来 后宫里是争风吃醋风波不断 朕先料理了后宫 再腾出手来管前朝的事 朕兄 今儿个皇上的话有点不大对味 请教一下 别别别 额命大人言重了 有话直说 我到皇上的尚书房来面圣 只来过两次 所以不大明白皇上的圣意 婉嫔娘娘是皇上最宠爱的 想必有些话会告诉大人 皇上他 您说 今儿个皇上 把年庚瑶和龙科多相提并论 莫非皇上 想除掉的布置年庚瑶 皇上圣意深远 这不是你我所能揣测的 能够长长久久跟随皇上的人 那自然皇上什么都能给他指点明白了 还有一事 我知道皇上不是臣逆于后宫之人 可今儿个他说 先平衡后宫之事 然后再管前朝 这个 大概是后宫新天了位答应 为了平衡各宫的醋意 皇上也得花点心思吧 今日宫中姐妹尽在 臣妾敬皇上皇后一杯 愿皇上皇后圣体安康福泽万年 皇上万福金安 酒恋伤身 臣妾用心择了一盘好果子 请皇上品尝一下 皇上万福金安 宫之妹妹是用心为皇上择的果子吗 皇上并没有赞不绝口 看来妹妹要好好体察皇上心意才是啊 娘娘教训的是 平妾伺候皇上不过粤语 不是之处仍有许多 但请娘娘教导 只是平妾虽不如娘娘善体上意 但关于皇上的一切 没有说不用心的 平妾日月所想 没有不是关于皇上的 还请皇上明见 朕知道 有朕在 不会有人敢这样说你 皇上一向爱惜婉嫔妹妹 难得为别人说话 可见皇上是真联系宋之妹妹 宋之妹妹说得极是 这皇上的心意 谁不是一点一点揣摩出来的 难道全凭一枪子对皇上的热情吗 不过妹妹可要加把劲了 如今已是七月 八月初圣驾回鸾 中秋的时候就该是三年一度的秀女大选了 到时候新人辈出 妹妹可就有的忙了 再忙也忙不过娘娘啊 宛平娘娘您长又深得皇上喜爱 自然能游刃有余地教导那些姐妹们了 常听人说 新秦之人不亦老 妹妹不仅新秦 而且善于体察上意 左右逢源 所以才能得华妃娘娘如此欢心 将你献与皇上 这些都是本宫做不来的 宛平放肆了 皇上要坐师不礼吗 皇后怎么看 女人多难免会有口舌之争 今天高兴 喝多了两口酒不是有心的 等散席之后 本宫会跟他们好好地说 皇后平日 就是这样给朕治理后宫的吧 难怪 这后宫之中平时总是风波不断 皇上息怒都是臣妾不好 你可知道你的不适是在哪里 后宫里口角相争都不能平 岂非你这个皇后无能 臣妾有罪还请皇上息怒 婉嫔 臣妾在 去吧 皇上 皇上 皇上的意思是 皇上向来共证严明 自然是不会拼私的 婉嫔 欲前时宜 出言无状 明日 送往蓬莱州闭门思过 非诏不得外出 皇上 蓬莱州远在后湖之中 四处无路可通 唯有小州可治 偏远不说 更是年久无人居住了 还请皇上念在姐姐室出饭 饶出姐姐吧 皇上 臣妾侍奉皇上三年 虽有势力之处 但请皇上念及 臣妾侍奉皇上 向来谨慎妥天 还请皇上饶恕臣妾这一回 臣妾再也不敢了 方才对宋芝说话不是还盛气凌人吗 当着朕的面就甘有嫉妒言行 背后更不知如何刁钻 臣妾是无心的 朕这些日子宠爱宋芝 你就多番为难她 更在背后出言轻狂 朕岂能容你 臣妾没有 皇上知道的 臣妾一向心之口快 并非存心诋毁 皇上 念在婉嫔是出饭 还是从轻发落吧 蓬莱州太过偏远了 皇上圣旨已下 你还敢反国吗 我 蓬莱州宽敞 静妃可愿相陪吗 真是委屈了致答应 朕自会安慰她 苏非证 喳 婉嫔娘娘请起来吧 奴才会打点人 送娘娘到蓬莱州小住的 婉嫔好走啊 臣妾告退 婉嫔无能 会替婉嫔娘娘好好照顾皇上的 娘娘走好啊 我 皇后娘娘 万福精安 其 viene 多谢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连夜命陈妾过来 不知所为何事 本宫觉得今夜的事 是出欺求 本宫总是放心不下 臣妾也觉得是 宋芝再怎么得宠 皇上也不至于生气 变生婉萍的气啊 婉萍的父亲 是弹劾年羹瑶最多的人 皇上护着宋芝 便是护着华妃 难道皇上是圣心转还 还是想要 护着年羹瑶的缘故呢 若真是如此 婉萍 岂不是再无回天之力了 婉萍失宠 真远道也会后继无力 便再无人 可以抗衡年羹瑶了 本宫断不能眼见如此啊 那娘娘以为如何 眼下年羹瑶 虽然屡遭弹劾 皇上也偶有斥责 可是从来 都没有责罚过什么 而华妃在宫中 士气又盛 与其婉萍去后 华妃便会盯住你不放 倒不如 你陪着婉萍 也好静观其变 如何呢 若婉萍一去不复返 臣妾 岂不是要陪她永住蓬莱州 你放心 到时你想住蓬莱州当神仙 本宫也会接你出去 只是这件事 本宫总觉得 你陪着婉萍 会好些 是 臣妾去陪婉萍姐姐就是了 姐姐 您是来送我的吗 我已回禀了皇上 与姐姐同时